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11月5日 星期六 來到晚上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看看 話說連王家和也暢熱取消安心出行 王家和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的會長 說到近期不是零加三嗎? 又或者餐廳放寬了營業時間嗎? 說這些放寬對那個餐飲業界的幫助看來就不太大 和各位一起看看介入礦仔說 將可以取消的措施都逐步取消才有機會經濟復甦 雖然雖然看看 但一個週末燒烤場重開 直擊一下各區的燒烤爐實況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牆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明報的最新報導 王家和暢熱取消安心出行和宴會之前快測等措施 報導的流氓是錦隔本港入境實施零加三過後 多了香港人外郵價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 在今日11月5日出席商台節目正經星期六表示 因為外郵港人是增加的 而且不少市民因為外郵計劃而減少本地消費 本地餐飲業受到衝擊 他又說近期取消食市營業時間限制 整體對餐飲業的提振不大 指疫情三年期間市民已經習慣較早回家休息 即使昨天香港國際七人籃球賽開挪 也未見到食市的生意有明顯改善 王家和就說零加三實施後和前 他曾經前往法國旅遊 當地已經全面開放 餐飲業的復甦較快 而回到香港就要戴口罩 每日快測和做核酸檢測 對比就明顯 認為現在安排難以吸引外國旅客來港觀光 他促請政府進一步鬆綁 包括取消宴會上限人數 亦有空間取消安心出行和參加宴會之前 需要快測等等的安排 以上來自明報的最新報道 沒有記載在約末兩年前 即是安心出行初初出現的時間 業界當時的反應好像不太抗拒 但隨著現在疫情慢慢緩和 又加上零加三過後 說外地旅客真的少來香港 但香港人又去了外面旅行 結果衝擊本地的飲食業家 結果王家和都倡議要取消安心出行 結果王家和都倡議要取消安心出行 又不知各位網友怎樣看 因為連業界的代表都出聲 其實基本上都齊齊了 有學者、有專家、有業界、有市民 只剩下高官 又要問問勞寵貿局長 加恩究竟是否撤走安心出行 那個決定權近乎是在局長的一人決定下 若然各界的聲音語來越多之際 其實下一步是否可以取消安心出行 問大家意見最清楚 另一箱看看市面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燒烤場重開過後 第一個週末全場滿座 部分燒烤路仍然封閉 刪了草 報道的來文是 自從疫情開始 公眾燒烤場一直關閉 政府早前宣布再次放寬防疫政策 其中餘護署和康民署 核下的燒烤場 在今個月3日至16日開始 是解封開放 但12人一限聚令仍然生效 在獅子山郊野公園有市民表示 在場燒烤路大約是12時前已經霸滿 在西貢大網仔燒烤區稍微難清 未見有太多市民到現場燒烤 在獅子山郊野公園 現場燒烤路在中午時間已經被霸滿 在下午約5時左右 仍然有市民攜帶一代代的燒烤食品 和飲品到場等候有空出來的燒烤路 有家長帶小孩前來燒烤 並指以前帶各自的小孩來到的時間 還在讀同一間幼稚園 現在都升上不同的小學 有職員表示 因為目前仍然有12人限聚令 整個地方會霉花間觸地封爐 在說保持社交距離 有到場燒烤的張小姐一家人就表示 買了麵包、肉類、棉花糖等等 通常燒烤食常見的食物 選擇來到這裡燒烤的原因 是因為近市區和有家人住在附近 她燒烤對上一次燒烤已經是2018年 如果是家人一起燒烤就更久了 對於目前仍然有限聚令 張小姐就說感覺會有點困擾 但相信問題就不算大 提醒各位仍然有限聚令 不過就不是4人不是8人是12人 不過若然你約朋友多過12人 真的要多加小心 因為根據現在最嚴厲的法例 你一樣會被罰 令賓箱今天是第一個週末開燒烤路 說的是各區的燒烤場地也挺熱鬧 兼且對上一次燒烤食 可能已經到了疫情爆發之前 令賓箱也說到現在連燒烤爐也能開 既然如此餐廳又開24小時 因此又要繼續督國安心出行 和疫苗通行證才行 即是無眼睛 所以各界倡以放寬的聲音 都有道理人之常情 令賓箱也說說這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當電騙集團遇上聰明的伯伯 說實下無疑 不過就收到兒子的來電 就需要保釋金應急 請軍入奧 下場是慘淡地說的 報道的流氓是這樣的 警察猜猜我是誰的騙案無日無知 有騙徒貪得無厭最終落網 洞區警區刑事部在過去四天內連破兩宗電話騙案 拉了三名本地男子 當中有被捕人只是收取集團一千元報酬 負責上門收取這個騙款 其中一名被捕人更加因違犯同類案件再次被拘捕 話說被捕男子年齡由17至35歲 部分人有黑社會背景 東區警區重案組主管講述案件 第一宗騙案發生在11月1日早上11時 85歲的老翁接獲騙徒內電 鵝稱他的兒子因為犯案被捕要付5萬元保釋金 老翁信以為真 商約騙徒常滿收錢 受害人稍後與家人取得聯絡才知道受騙 當日下午5時報警求助 另一宗騙案發生在11月3日下午3時 71歲的男子接獲類似電話 對方說他的兒子被捕了又要付5萬元保釋金 不過那位事主本身並無子女 事主亦非常聰明 一方面拖延騙徒一方面報警求助 結果11月4日中午兩名騙徒果然現身在炮台山 一間快餐店打算收保釋金 結果被埋伏的探員一網成禽 這位伯伯非常聰明 不過估計礦仔Channel的多位路友記一樣聰明 基本上每天聽著不同騙案的玩法 說這個騙徒貪得無厭 就是騙人說你兒子被我捕了 先交5萬元保釋金過來 這次伯伯沒有子女 肯定是假的 結果自破騙徒的騙局 兼請捕到人家 礦仔以前曾經幫過一個老人家 也算是十年前 又是這樣 有人打電話給他要付保釋金 結果那個婆婆給了錢 最奇怪就是婆婆根本沒有生兒子 也沒有生女 即是失下母子女 但我問他為何會付錢 他又說聽到對方這麼急 於是不就付錢 所以天下之大 尤其是騙案等等的情況 真是無其不有 另一則消息 根據經濟日報的報道 將軍澳仲明院冠明國 有15個人沒有做強檢 13個人被罰1萬元 報道的內文提到 政府在這次行動一共檢查了 有363位受檢人士 當中15個人被發現 未有遵從強制檢測公告 並亦因此而獲發了強制檢測令 他們需要按要求在指名期間接受檢測 提醒各位老友記 強制檢測公告仍然生效當中 有很多人都不記得 若然你的地方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而你沒有做檢測又被罰1萬元 因為市民要罰錢 不是每個人都好像有康復個案 結果可以不用罰錢 市民都害怕 但其實越來越多專家 認為這些維蜂強檢根本無助追蹤病毒 所以都是長矢取消為階 我是曠仔 跟我們下節段片繼續聊天